朋友们好啊 阳光灿烂的日子 在祖国国庆的长假中 分享一篇文字 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 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 这句话呢应该说 这有十多年的时间了 今二十年了 被广为流传 但是 这两句话到底出自于何处 那么呢 为了这个题目呢 这么多年以来 也看到了很多的 内容和文字 但是呢 今天 这个 昆仑册 研究院发表的这篇文章 应该说 是追了根了 诉了圆了 呈现给我们了 一部 完整的 出处 那么 这篇文字 是东海先生的一部 访谈的实录 叫西点 谈兵论寒战 这篇文字呢 原创于 两千年的四月份 后来呢 就开始被大家 这个 各取所需的 就就就在网上就传开了 但是呢 传着传着呢 确实 包括它出处 包括到底谁说的 到底怎么论说 怎么讲的 所以很多东西越传呢 就有一些个失真 那么呢 东海先生 最近授权 昆仑册研究院 重新修订 发布 那么昆仑册 重新发布 影响读者 那么呢 我们 作为 毛主席的信仰者 我觉得 应该在第一时间 与大家共享 那么呢 我就完整的 把这篇文字 读给大家听 西点谈兵 论寒战 我曾经几次造访过 文明世界的 美国西点军校 因为该校 对外界开放 参观游览 任何人都可以 在开放日 去那里游玩 不需要 任何特别的许可 和安排 西点之所以 成为美国东部 屈指可数的 旅游胜地之一 不仅仅是因为 它是 曾为美国 培育了众多 青史留名的 军事将材的 最高军事学府 也还因为 此地山清水秀 风景优美 颇似 中国的 长江小三峡 是一处 绝佳的 踏青野餐 场所 学家出游 款待远客 这儿都是 上选之地 其中有一次的经历 格外的 难忘 在西点校门外的 游客接待中心 有一个简介 军校 今夕的展览 担任讲解的 主要是 中心的工作人员 偶尔呢 也会有军校的师生 前来做义工 服务客串 讲解 那天 为我们做讲解的 恰恰正是一位 现职的 军校教员 他给他 弄了个 代号叫F 那么这次 巧遇给我提供了 一个深入探讨 心中疑问的好机会 使我大为兴奋 在讲解之后 我便拖着他 问问题 开始的时候呢 明显是出于职业习惯和礼貌 那么这个 教员的这个 答复 可谓是言简意该 后来就越谈 性质就越浓了 他以军人式的爽快 回答了 我的问题 我提的问题 主要是围绕着 1950年代那场朝鲜战争的 下面就是一问一答 问 美国人为什么不愿意提朝鲜战争 与闹得纷纷扬扬的越南战争相比 真好像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 那其中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呢 答 对我们美国军人来说 这两场战争的意义和意味都是完全不同的 越南战争是政治上的失败 并不是军事上的失败 美国军队是在被束缚手脚的情况下打仗 由于惧怕中国参战 不准许美军越过17度线 对北越的目标和基地进行有效的军事攻击 结果打成了一场烂仗 最终只能撤出了事 而朝鲜战争则是完完全全的军事失败 一个世界公认最强大的国家的陆海空三军联合立体作战 却没能打过一个贫穷国家装备原始的陆军 尤其是在对我们有利的大兵团野外攻防战 而不是游击战的状况下失利 而且输得很惨 这是我们美国军队和美国国家永远的耻辱和窗疤 不堪回首 不谈也罢 应不难理解 接着问 你为什么要直言失败呢 很多说法都是始于三八线 终于三八线 算是个平局了 回答说 那是自欺欺人 美国军方从没说过 是平局这样的话 南朝鲜之战的情况 可以不谈我们着重看的是中美两军交手的这一部分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 美八军的一支先头分队已经抵达了鸭鲁江边 中美两军的战斗接触是在中朝边境地区展开的 但从地理上讲 始于鸭鲁江而终于三八线 胜负之势是不言自明的 没有必要歪曲和掩盖 接着问 美军失利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是指挥失误啊 还是军队战斗力有问题 回答说 两个原因都有 先说部队的战斗力 参加韩战的美军部队军飞等闲之辈 美八军 陆战一师 七一师 都是美军中响当当的王牌军 长盛军 官兵又刚打过二次大战 具有实战经验 装备有实际上最新型的坦克 火炮和各种轻重武器 并且拥有绝对的制空和制海权 除了第一次战役 有措手不及的原因外 实在没有什么其他的借口可找 美军在韩战中一再失利 不但在战役初期遭受突袭时失利 在中后期的两军对垒攻防中 也甚少败多 这就只能得出一个令人很不舒服 但又是切合实际的结论 什么结论 那就是装备战优势的美军 在朝鲜战场上的作战表现 不如中国军队 下一个问题 战争后期 尤其是第四第五次战役 呈现了或有进退的拉锯局面 或说是趋于平衡的状态 这是两军战斗力各有消长的原因吗 回答说 与部队战斗力没有直接关系 更多的反映的是部队的后勤能力问题 李七位将军接任总司令以后 改为攻势防御 使得战役的被动态势有所好转 中国军队越过三发线以后 拉长的运输线和割裂的交通条件 加上美国空军的扼杀战 其实应该是绞杀战 狂轰滥战 这是延缓中国军队攻势 从而稳定态势的关键 在中国军队被足粮弹发起攻击的时候 美军挡不住他们前进 只是在对方粮弹豪尽的时候 美军才有机会向前做有限的突进 换句话说 假如中国军队并不是只有仅能维持一线部队作战一周 也就是李七位给总结的礼拜公事 如果不是只有仅能维持一线作战作战一周的凉弹 而是有足够一个月之用的后勤供应 那么战争应该早就结束 下一个问题 请这位教员说 你能不能再谈一谈战役指挥上的得失 这位教员说 这涉及我们的老校友 老前辈麦克阿瑟将军 麦将军荣满一生战功无数 是西点军校最杰出的校友之一 也堪称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 可惜一时英明毁于寒战 单从战役指挥的角度看 麦将军犯下了轻敌冒尽的兵家大计 有一点我要说明 当时对中国军队的无知和轻视 是美军上下的通病 并非一人之过 中国国民党军队在二战中的拙劣的表现 给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 比如几十万中国军队不加抵抗 就让两万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 河北山西一线的三十万中国军队 被区区三千日军像赶鸭子一样 就赶到赶得到处逃跑等等 在美军官兵的心目中 中国军队是鸭子 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 否则麦克阿瑟也不至于说出 雪忍鸭路江那样狂妄自大的话 当时上上下下都充斥着一种毫无根据的盲目乐观情绪 终于招致败寂 那么提问者说 此国军非比国军也 三年内战中 毛泽东挥师横扫敌军八百万 你们难道一点都没有注意和研究过吗 对方回答说你问的很对 当时的美国沉眠于二战胜利后的喜悦 而且有对中国军队的先入之见 完全没有意识到 蒋介石统领下的鸭子 在毛泽东的统帅之下 竟成为了一群狮子 美军在中国军队的勇猛攻击之下 几遭灭顶之灾 对中国军队在韩战中表现出来的战胜困难的勇气 视死如归的气概和精灵有效的战术 我是非常钦佩的 作为一个军人 我自然是希望几方能获得胜利 但是作为一个客观论证的学者 我以为无论从战役指挥和战场表现来评判 中国军队获胜都是合理的 我不认为美军败于有毛泽东这样卓越的统帅 和彭德怀这样杰出的司令官的中国军队 是什么丢脸的事 下一个问题 问韩战对于以后美军已至美国的对华方针 究竟有什么影响和启示呢 回答说 美国人从韩战的失利得知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中国军队也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军队了 我们必须以极其审慎的态度来重新研究中国 重视中国 尤其是毛泽东的中国 绝不能再犯轻敌冒进的错误 在金门炮战以及越南战争中 美国都表现出了这种审慎 这就是接受了韩战教训的直接的结果 否则将会是完全不同的局面 以我个人的愿望 中美之间不要再打仗 否则将会是两败俱伤 后果不堪设想 假如有一天不得不打的话 我只能期望那时的中国军队不再有太多的毛泽东色彩 那么提问者就问了 东海先生问说那此话怎么讲呢 这下面就是他被大家广泛引用的这一段 他回答说 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 因为在这方面他们永远赶不上我们 怕的是中国军队的毛泽东化 或按中国的术语叫革命化 中国军队离毛泽东越远 对武器装备的依赖越大 美军的胜算也就越大 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善于以弱机强以弱胜强的军事天才 他的军事思想体系及实战应用 非常的精妙独特 至今还没有好的应对破解的办法 以毛泽东军是思想为指导的 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堪称奇迹 战争初期 中国军队完全没有空军和海军 也几乎没有坦克和重炮 按我们的标准 主要装备为轻武器的五个中国步兵军的 一次火力投资总量 甚至还比不上美国海军的一艘战列舰 以参战美军的总火力 与参战美军的总火力相差何止百倍 中国军队的后勤供给也是非常之差 服装单薄破烂 实物严重不足 但要供应匮乏 我不相信有任何一支美国军队在这样的状况下还能够作战 更不能想象任何一支军队能在这样的情况下 敢于强大的美军打正规战 可是中国军队不但打了 而且赢了 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即便是在承受了巨大伤亡的情况下 中国军队仍然能够严守纪律 宽戴战俘 善待平民 是交战各方唯一没有虐杀行为的 表现出人类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尚文明 我方才我第一次看这文 我看到这的时候我很感动 我真的是很感动 是啊 毛泽东中国 毛泽东的军队 创造了什么样的人类的奇迹 那真是人类文明的那么一个至高点 大家还记得美军战俘 在中国受到的那份礼遇 大家还记得 中国的美国 联合国军战俘营里头开过 中国监狱版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什么是文明 能够把一只曾经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 改造成这样的 极能吃苦 极能战斗 行为文明的钢铁雄狮 仅仅凭这一点 毛泽东就不但有资格置身于人类历史上的伟大统帅和军事家之列 而且应当名列前茅 虽然我们是把他当作对手来研究 但是我对中国的毛泽东 但是我对中国的毛泽东始终怀有最深的敬意 西点军事家的重庆的重庆的两个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兵家太多一个是毛泽东还有一个是孙武子 这就是东海先生的这篇文字的全文 我的司党发给我的时候 这个 他也很有感慨 他说西点 一个教官 就能有这样的水平 很感慨 是 我给他的回复是 真正研究毛主席的人 再差到哪去呢 因为 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 是 毛泽东 谢谢大家